高辣的身材 臉上帶著 腼腆的笑容 他就是今年SPR選秀會中 被譽為黑馬的陳冠泉 因為目前才二十一歲的 碰碰已經接受過三屆青年賽 三屆瓊斯杯籃球錦標賽 以及第五屆亞洲杯 籃籃錦標賽的洗禮 是國內近幾年最受 矚目的常人之一 高度 厚度加上彈跳力 讓陳冠泉成為不可忽視的 新生代好手 也是這次選秀會中 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球員 還不錯 蠻好的 新生代的一個進軍選手 因為再加上他有 很好的體能條件 然後外加他的觀念 什麼都不錯 而且他這幾年來 國家給他的很多機會的栽培 但我覺得這是 他是一個蠻棒的選手 對 不管說搭檔哪一隊 對每一隊都有非常大的加分 目前還就讀國體大的陳冠泉 其實當初並沒有想過投入選秀 不過他卻在今年的 瓊斯杯結束後 才決定放棄UBA 跳棘打SBL 成為唯一一位學生球員 雖然他笑笑的說 是想要挑戰更高層級的舞臺 但其實彭彭身上 還背負著重要的使命 因為家裡其實經濟狀況 也不太樂觀 對啊 然後就是 是時候我該跳出來幫忙 家人他們也說就是尊重我的決定 就是不管我決定是什麼 他們都會支持我 除了要擔任家庭的支柱 陳冠泉也坦言 看到二零一一年一起去打 U19世新賽的林志偉逐步成長 讓他受到不少刺激 也想要更上一層樓 而在經過了一番磨練後 陳冠泉現在總算拉近 與林志偉的距離 他長得比較帥 就自偉 比我比較高 然後跳得也高 就是 不是像我 就是他的位置可能比較明顯吧 就是不是像我就比較矮一點 然後位置比較模糊 就介於四號跟五號中間 個性和後老實的陳冠泉即將踏入 猶如商業正常的SBL 長時間的聯賽壓力 將考驗體力與狀況的維持 碰碰該如何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值得大家期待 不來提新聞採訪報導